好 经过了大约十年 克普从他从地谷里面得到的天文的数据资料 每天星空里面 尤其是行星 火星那些资料 让他去 就由哥白尼的观念想法引导之下 他去观察所有那些数据分析得到的一些数据 认为日星说的可行性 而且他发表了到底那时候轨道是火源 而且同时火源的时候有近有远 对不对 而且跑的时候有 近的时候跑的速度怎么样 远的时候速度怎么样 克普的第二定律 就是我们讲的整面的定律 好 在这些数据拿到了在手上的时候 得到的这些数据就像我们这里所列的几个 看到了水星呢 它的轨道 平均轨道半定是多少 周期是多少 金星呢 轨道是多少 周期是多少 那么也就是像这样太阳在这里 那么其他的行星在旁边怎么样 老 这些资料在当初他已经观测整理出来了 但是他发现一个蹊跷 有没有发现这里 看出会有一个蹊跷 嘿嘿 发现 R越小越里面 跑得越快 好 这也是注定他后面又坎坎了十年 他后来说到底R越小 7越小嘛 就是越快嘛 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有什么关系 他一直在研究十年 这个是凭经验 就去想数学上的敏感度 有很多里面是这样 像那个波尔氢原子模型里面的 一个能阶的那个间隔数字 那个我记不记得 你们应该化学学过那个 光谱的那个 到底那个波场是怎么样 那个也是真的是一个敏感度 是经验数学去进展找出那个 竟然可以有人找出那些波场关系 光谱的那个波场的关系是 一样 你这边来看看 刚才这十年我就跟你讲 做研究的人他没有那么幸运 他也不是在大学教书也没有什么 所以没有固定薪水 所以到后来真的是 连他老婆的也受不了 二肚子 二人没办法 那你从这里看 这个半径 辨为大概58 变成这样 这个大概会变两倍 低率两倍嘛 可是你会发现 他的周期是变两倍吗 比两倍还更多一点 已经要接近于什么样的 是不是三倍了 对不对 那你一样的心情 这个57点都变这个 是不是淡性接近变什么样 是不是三倍 是不是变三倍 结果他的周期呢 怎么样 比三倍还要怎么样 是不是多 OK 所以你要发现一件事情 R越大 可以反过来讲 R越大 是不是周期7就越大 可是有没有成正比啊 没有 那到底是成什么关系呢 而且你这哪有小数点的呢 你要找到那关系也不容易喔 嘿 成什么关系呢 特朴呢 经过了10年 我不知道这个10年 他是怎么熬过 怎么去想的 真的有些人就是做数学 做到对数字讲非常敏感的 OK 发现一件事情 你得到T的平方 跟这个半径 轨道半径 平均轨道半径 就像那半长总A嘛 把这A的三四方 这两个相除 水星的T平方 A三四方 金星的T平方 A三四方 分别是每一个每一个除出来 除怪的发现 这个是3.9多 等于10的-2 3.9多等于10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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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有没有够准啊 后面几乎这个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什么 误差万为 怎么会怎么意思 所以他得到的是什么 第三个定律发现一件事情 他的周期跟时间 不止刚刚你只是观察这样的而已 那你要找到它的規则性定律 怎么会有一件事 所以克普的第三定律就提出来 提出来什么呢 行军在公转的时候 他的T平方跟半长走 也就是平均轨道半径的三次方成什么 正比 有问题 好 我们数学是 那这里为了你方便你被比 你记忆 我不是写T平方比R三次方 而是写R三次方比T平方 OK 所以等于什么 一个定值 这是克普的从他数据里面观察得到的 那这定值会多少呢 就是相当是我们刚刚克普的长数的早数 因为他刚刚是T平方比R三次方 OK 那这是数字 这个数字经由后面 我们牛重万有引力 引入进来以后 发现这个定值 其实就是 4π平方分之 Gm 4π π是3.14的长度 G是万有引力长度 这个F是指太阳的质量 那因为你看各个行星 水星 金星 木星火星地球都是绕什么 太阳嘛 所以这个右手边的指 大家都会怎么样 一样 总共是 可是你要小心一点哦 R三双比T平方对于太阳系都是这样 可是联考曾经考过一个另外一个太阳系 除了我们地球这个太阳系又出现另外一个太阳系 假如那个太阳系的太阳质量是我们的四倍 那我问你 他们的R三双比T平方会跟我们一样吗 不会 会是我们的几倍 四倍 有没有同意是 曾经有考过注意这一点 那当然在这里我们顺便提了给你知道 科普的定律的 R三双比T平方四位是一个定值 那这里这个式子代表的刚像刚刚的不同行星 刚刚讲太阳在这边 不同行星的位置 R不同 T不一样 R不同T不一样 OK 那这里R刚刚讲的这R指的是平均轨道半径 也就是近远曲平均 然后得到结果就是我们的半长走A 这样有没有问题